破壞力是讓Futura 非常的小心謹慎 還是選擇看看 當然一開始從左側右側來做路線上的轉換 去嘗試破壞對方的防守的陣型 也是常見的 中場的轉換 快速的反擊在中線的附近 球有了Marco 現在從右路的突破一個人的盤帶 一過二現在四個人的夾擊再交出去 起腳 哇門這樣在第一時間擋住了 進區前的糾纏有點不妙 這一腳起圓腳 雖然還是沒進了 不過對Marco 好Marco 再交回去 劉河漢都已經踢到右邊來了 球又回到Marco的手上 腳下 這邊 控制住之後橫掉 成瑞傑第一時間 在等於這個雖然不是每一周啦 不過相對於出現這種賽程 或許在江浩仁跟陳浩偉 這個從後轉前的這部分 今天是稍微這一條線 上半場目前的攻勢是比較安靜的 雖然台剛控制控球的能力跟控球的時間是比Futura長 但是這個壓迫上面來講 完全的造成射針的壓迫 目前比較成功 就上半場第10分鐘的這次陳瑞傑的這一次 那剛剛的 投球 投球 點球也沒能夠點到造成之 好嘞 Marco 轉移到左邊 有家話 陳瑞傑已經滲透進去了 結果要給Benchy跟Marco 結果兩個人都給 都已經進入到小禁區門前了 吳俊卿 阿玲 想要直送 就是 來到門前 阿玲 一上來就有機會 喔喔 哇 太神奇的調度了 阿 一上才的安以恩 真的是Amazing Marco 胸口停球之後再來做球的操控 往另外一邊給 小聲尤貴今天真的也是辛苦了 現在有多打掃的機會 適當的反接機 Marco 跟Marco來打一個配合 Benchy在前面 有危機了要小心不能隨便犯規 Marco 吳俊欽 再給安穎恩 一樣 在後方的補防上面 好台剛這時候來換人